杰倫最近会有演唱会的计划吗 最近应该就年底的时候吧 好消息来的就是这么措手不及 天猫嫂昆凌出席时尚活动 麦妙身材完全看不出 才刚生完第三胎 即将迎来29岁生日的她 也透露了会这样过 今年可能就会在家吧 就是如果去人太多的地方 就还是会有一些关心 对 就是希望 不要把病毒带回家 所以我就可能应该会在家里住过 周董已经又有什么表示了吗 今年还没 今年可能大家就在家里 简单吃个饭 希望周董送你什么礼物吗 好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 跟宝宝有关的东西吧 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疯狂的购买 跟宝宝有关的 昆凌产后瘦身非常的快速 自己有没有什么小秘诀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小秘诀 我没有秘诀 我觉得真的就是产后 要一直健身 健身 然后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我现在还没有到 我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儿子罗密欧有在 《粉色海洋》里面现身 那这首歌的MV 在该什么时候会上线呢 应该是最近就会出来的 杰伦最近会有演唱会的计划吗 最近 应该就年底的时候吧 相信听到这句 周杰伦的粉丝内心都已经爆动了 而一同出席活动的曾志乔 也回应了是否参加 《乘风破浪的姐姐4》的传闻 我觉得啊 浪姐的姐姐们太强了 我就非常的尊重 因为我自己有看这一季 我觉得没有一定的歌舞的 平时的训练 我自己是觉得没什么资格 可以上这个节目 对 不过身为一个观众 我也看得很开心 然后学习很多 嗯 会不会参加我 还没想那么多 最近那个品妍好像是生日嘛 然后你好像有去给她惊喜 就是那我私人投资的一个咖啡亭啦 所以她也很低调 她好像以为我还在旅行 所以就没跟我讲 然后我就很开心 觉得姐妹力挺 还到我的店里庆生 然后我就偷偷准备了一个惊喜给她 然后就觉得很温馨 因为就是我觉得默契吧 我们当天穿的服装 非常像一个团体 然后就是两个人的默契 高到好像不是一个惊喜 好像是准备好了一样 就觉得祝她生日快乐 心想事成 在IG上有发那个泳装的背影照嘛 好像洞蛙蛮大的 老公看到要不要小小的吃醋呢 就 我不知道欸 没问她 没问就没事 有人常常问我说 我是不是婚后 然后反而就脱离单身之后 穿着是不是就比较大胆 但其实是一个巧合 是因为算是有一点点健身有成 因为我健身了三四年 所以就可能对自己的 就是身材比较有信心 所以才会比较尝试各种 不一样的穿搭 忘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